玩具TV 第28季 第10集 刚刚又玩完一些很大堆头的东西 环古战技 接着就另一个系列 虽然接近 不过不是这个大家介绍开的系列 今次是ANIX 2179 本身每次杰老师的作品 不是拆鞋 特别是近几年 无论在创作、造型、框框上都在寻求突破 没错 之前有他自己的军事 跳到Cyberpunk的NX 2179 没错 实际上是超级Cyberpunk的感觉 Cyberpunk的未来 好像有些奇幻、科幻的元素 全部都在这里 所以今次两条驴一次过说 我们先说这个 E11A 这个是科技巨头、刺容公司开发的 一个旅用AI机器人 这些故事很熟悉 对 就是智能叛变的 首先这个 就是说每一个人出来 他本来制造出来 就是可以帮别人 加头细务 或者是需要 或者是你喜欢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主人 他来了 就是那些 所以你看到他这个角色 都是一个好像生化人的感觉 那是一个女机器人 也有他的线条 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像东亚重工的味道 对吗 You've got the point 但缩度这么小 1比18 我不知道可否可以放进 可能要买些 其实很漂亮 今次他的头 而且身上的纹 阴影位 移印也很漂亮 这次就着这个铝容的机械人 你会看到当然主要是用玉色去做底色 而本身一些纹理就用了一些啡色去做勾画 所以整个模型你会看到造型和线条都很突出 而且它还要加上一些灰灰银银的感觉 好像机械刀 插头 对 让你表现得到它是一个机械人 一个机械女毒人 或者一个AI人 重点是胸口是一个初字 对啊 真的要初字 对了 一个初字 看到吗 是呀 可以吗 好了 接着呢 你知道这些故事 突然之间觉醒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德哥拉了他进房间之后突然之间出来 哇 变成什么呢 哇 你这样也说得出的 就是要反抗 他要打他 对了 有很多 哈哈 吓吓吓吓吓的 那本身就着故事 即是就着11A这个机械 它其实真的觉醒了之后 就将它本身的程式突破了 就自己有了自我意识 这些桥段其实大家都耳熟能长 当然了 有了自己的意识 对于人类自然是一种反抗 所以你会看到 它相对性立刻武装化了上来 看到它手持一把长短刀 对了 对了 这次要给大家观众看看 抽核弹 对了抽核弹 因为它有三个武器组合 我们刚巧抽到AZ 恭喜 两把刀 如果是BZ 就是两把枪 如果是CZ 就是一刀一枪 问你死了吗 对了 要抽核弹 完全是你不开核就不知道 这个真是挺好玩的 对了 给大家看看 而且这枝造型和刚才那枝很不同 你看它多了很多透明件 其实这枝是很复杂的 你看到它很多内扣 再加透明件是很仔细 我扭一下大腿 给大家看看 你就会看到 虽然它主体基本上的设计是一样 除了颜色的最大分野之外 透明件的表达方法 亦都将整件事完全不同了 升级了很多 是 它可以显露到它里面的内扣 机械人的内扣 我不知道这枝如果拆开了 是不是这样 还是它是上色上去的 是吧 似乎没有拆件 我一看过 对了 很厉害 这个真的拆开了 胸口 或者大腿 腰 大腿 是的 所以它两枝都很有诚意 其实它不是只改色那么简单 是 它还有改一些部件 没错 还有刚才我想 都可以看近一点 刀 是非常透明的 刀是透明的 除了透明之外 当然 其实就着透明膠 和后面的刀柄 和紫色 也都做得非常仔细 即是如何 是的 真的漂亮 它那个样子 现在越来越 我觉得有少少 你不要说我 可能比一些大陆的品牌 威胁得厉害 是的 以前这些样子 是大陆某品牌 某些品牌 才会出现到这些样子 你介绍过 是的 现在真的 很近 大家的质量 现在真的 很厉害 越来越漂亮 还有 真的 我又不太明白 为什么 这个位置会有 旧化和积极 是的 你做的什么 你做的什么 之前的主人 做的什么 是德哥 是有钱人 才能买得起 女僕机器人 对 有钱人就是Brian 所以不关我事 好了 所以这次就是两个 是 半变前 半变后 不要叫半变 即是 突破了这个 偏马程式 是的 而觉醒了 是的 觉醒了 虽然它叫disposal 是的 但是 觉醒版和未觉醒版本 看看你喜欢哪一套 没关系 为什么不两套呢 是的 稍后见 稍后见